在上一代大疆FPV发布之后 无论是飞机本身还是配件 虽然都已经很有诚意了 也很有趣 但是不那么阳间的飞行眼镜 以及对于普通人来说 看着有点过于硬核的机身 还有一些使用场景上的局限性 还是让大疆FPV留下了不少遗憾 没有视线真正意义上他们所想的出圈 所以在经过一年的思考之后 大疆现在推出了这个 大疆Avatar 一台我觉得可以被称之为无人机里面的新物种 就诞生了 确实既如其名 它的确酷似于Avatar里面人类的飞机 但是人类的下场在电影里可没有这么好 当时我在看电影的时候 我就在想人类高科技怎么可能被一堆破犀牛 还有一堆鸟给打包 完全不科学对吧 但是长大以后 我一飞无人机一看网上的视频 还真是大自然太牛逼了 把我们大部分的无人机都给收抖了 所以大疆这名字起的 我都不知道是在夸自己还是在做自己 但言归正传 这次大疆对它的定义并不是一架FPV 而是一台在普通无人机基础上 增加了沉浸式飞行体验的飞机 这是他们的定义 这个说的很绕口 但在一定程度上吧 它也算合理 它很有可能是无人机未来的发展方向之一 我个人还是挺兴奋的 至于在今天这个时点 等这样一架无人机能够拍出什么样特殊的画面 又能有什么样的画质 而且更重要的是 到底谁会买它 这是我们接下来要来聊的 进行的 看完样片不知道你觉得这种现场感很强的镜头风格怎么样 这是我的好朋友松鼠老师帮忙拍摄的 你有兴趣可以去关注他 超级厉害的飞手 老规矩 我们先从Avatar的外观说起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它的话 那就是激进 它非常激进 和之前的无人机都是不一样的 一体化之后标准的三寸含道机机身 甚至比展开之后的DJI Mini 3 Pro还要小一点 重量它也只有410克 你只需要一根小拇指就可以把它拎起来 相比DJI FPV变小的还Avatar的电池 但是整体续航和上一代是差不多的 在19分钟左右 够你比较舒服的飞一两圈大概是这个续航 并且大疆这次很良心的给了20GB的机载内存 那相比这大疆Mini 3 Pro的1.2GB的机载内存 我又要辨识了 那个东西真的是人用的嘛 这次倒是非常够用 所以非常感谢你大疆 那B杖方面 DJI Avatar这次砍掉了前世B杖 只保留了下世B杖 大疆老哥说是因为Avatar本身自带蒋宝 有一定的耐炸性 那么在实际飞行中也确实撞了几次 它也没有炸机 那B杖这个功能我在无人机飞久之后 我会发现它是一个双刃剑 当你想要飞一些狭窄的地方的时候 它的这个B杖会过于敏感 会很影响飞行的体验 所以大疆这次选择物理防撞 在一定程度上倒是也解决了这个问题 但是说到底它是一架无人机 它不是一个玩具 它有奖宝也只是保护飞机本身 千万不能对着人飞 毕竟防撞的只有飞机绝对不是你 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那至于云台这次Avatar 还是和DJI FPV一样的单轴云台 只支持抚养调节 防抖上除了之前的Rock Steady 超强增稳 还加入Horizon Steady 这地平线防抖 说人话就是一个数字防抖 变得更牛逼了一点 那不过上一代的FPV的一个痛点 在这一代它仍然存在 因为防抖的算法会有延迟 所以为了保证飞行的体验 Avatar是没有办法在拍摄的时候 直接预览到增稳之后的效果 只有在你拍完以后 你把飞机停下来 你再一看这个稳定的画面 才是最终的结果 但这个问题会导致 你飞的时候的画面 和最终拍到的画面 它不一定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画面已经被烧进去了 你就回不到当初 你看到时候的那个画面了 那大江说之后 也有可能会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他们会开放接口还有算法 允许你前期拍摄 就是完全没有经过任何防抖的画面 到后期再来通过第三方软件 再来自定义控制防抖的程度 所以如果你特别在意这一点的话 这也算是一个解决方案 现在我们来讲讲画质 我必须得夸大将一句库存管理大师 Avatar搭载了拥有4800万像素的 1.7英寸的传感器 F2.8的光圈 等效12.6毫米的超光较镜头 带来了155度的视角 非常宽广 这个参数真的非常不错 只不过这个参数我真的是越看越眼熟 所以我去查了一下 我发现它的数据和Action 2 不能说是相似的 只能说是一模一样 所以虽然我没有这个明确的证据 但是大概率Avatar用的是 和Action 2一样的影像模组 画质也确实相当不错 比上一代只有2.3英寸传感器的DJF PV 是明显要高明了很多 它最高支持录制H64格式的4K60帧的画面 同时会有D-Cinelac的色彩模式 那让你后期有更多一点调色空间 不过还是没有D-Log 这个我已经习惯了 只有专业显才会有这个东西 我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 我们这次也把它和Mini 3 Pro 还有GoPro10的画质进行了对比 你可以看一下 再来感受一下 你会更喜欢哪一个 我个人可能觉得Mini 3 Pro 是我最讨喜的一个 除了4K60帧 大疆Avatar还拥有2.7K100帧的 升格拍摄能力 这也是常规操作 帮助你拍摄了一些 非常酷的慢动作镜头 但是最离谱的事情 在我们测试的时候 莫名其妙地发生了 如果说你搭配 新一代 就这次出的这个新的眼镜 你只有2.7K100帧的录制能力 但是如果你搭配上一代 也就是一年前出的 那个大疆FPV的飞行眼镜 你会发现它多了一个 120帧的录制选项 会啥啊大家 也正是因为Avatar的定位 其实是相比别的无人机更下沉的 我这次还请了公司里面 没有飞过无人机的小伙伴们 你体验了一下 你可以看一看这个真实场景 代入一下 如果你买给你儿子的话 大概就是这个场景 你可以飞了 我怎么动 红色 红色 再往上 再往上 走 再往上 这壳 这按住 长按 按住有门 按住一点点有门 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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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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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按着 看你吗 我一直盖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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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这么灵活的吗 怎么样 什么感觉 现在飞这么远 你这个要飞吗 我觉得就是这个很简单 我现在飞得挺酷的 这是怎么说呢 蛮智能的 就是指哪大脑 我听你这个飞机声音 可不像指哪大脑 听你这个飞机声 摇摇欲坠的声音 别别别别 炸了 炸了 炸了吗 星星已经非常紧张 满头大汗了 真的吗 这个是热的 这是热的 哈哈哈哈 那其实吧 只要用的是这个穿越摇杆 大家都能很快的上手 玩得也很开心 因为按键真的非常简单 然后只要手一抬就能飞起来 但是有人就会过度自信 觉得很简单 这时候就非常容易翻车 这就人才已大 所以我真的建议各位手飞 一定要在空旷的地带飞行 如果你很晕3D的话 我也建议你老老实实 从模拟器上练习 从N档再到S档 再去慢慢的熟练它 那讲完了飞机本身 我们可以聊聊它的配件 很有意思 那首先穿越遥感和遥控器 都是沿用了上一代的FPB的 但是图传和飞行眼镜 这次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这次图传使用的是 和Mavic 3一样的 O3 Plus 旗舰级图传 搭配最新的Gogos2眼镜 能够支持最高1080P 100帧的画面传输 那颜值我们也测试了一下 大概是在30毫秒左右 最大理论传输距离 大家说还是10公里 但是这个东西 基本上很难在现实中达到 如果你起飞位置不是很高 只要一有遮挡物的情况下 你还是非常容易丢失信号的 所以不能过度自信 这也是无人机图传的通病 那眼镜方面倒是值得多讲一讲 毕竟上一代 对我这种戴眼镜的人来说 真的是 有一点阴间 这次新出的Gogos2眼镜 相比于前者 用一句话来说就是 它阳了 但是没有完全阳 就我戴在街上走的话 肯定还是会有点奇怪 但是性能上它是真的厉害 一是它重量上轻了30% 只有290克 很轻松戴在头上 也不会这么累了 二是这次眼镜和天线 直接一体化了 那当然高阶的飞手 也是可以拆卸外置天线来更换的 但是比一代 那个一个一个安装的天线 方便太多了 那30它能用一块触控板 来完成所有的菜单操作 那这一点在行业里面还是非常领先的 不同于上一代的实体按键 非常麻烦 你需要去熟悉它的逻辑 这一代眼镜只需要几分钟 就可以熟练地进行盲操 那第四点 太棒了 这次它终于可以调节趋光度了 我的眼镜可以摘了 这对于戴眼镜的人士来说 真的非常优好 谢谢你大江 而且默认它可以支持最高800度的度数 我自己是650度 戴上去用起来还是挺舒服的 不会晕眩 那如果你的度数更加离谱的话 你还可以自己更换镜片 那除此之外 要涵大的提升 首先是头缀模式 你可以搭配穿越摇杆 你的头就变成了遥控器 你可以自由地操控这架飞机 尽情地享受飞行的乐趣 各位朋友们 今天时间也不早了 这次飞机我们是真找不到了 但是它的屏幕还在 而这次它的屏幕却是升级了 变成了Micro OLED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Micro OLED的屏幕 具有5万比1的高对比度 700尼特的峰值亮度 以及自带的双深道立体扬声器 那讲到这里你可以想象一下 当你提控回家 失落坐在沙发上 泪流满面的时候 你看着手上的遥控器还有眼镜 你就会意识到 这个眼镜它还是可以满足你的 因为它支持手机的投屏使用 只要戴上它 你就仿佛置身于一个剧目电影院 实话说 我是认真的 这个眼镜戴在头上的体验 比我之前买过的所有影院眼镜 都要好很多 大疆就莫名其妙的革新了一个市场 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航拍配件 安低滤镜 大疆这次也包含在了这个飞机里面 只不过这种插入式的安低滤镜 总会让我在飞它的时候 会有这么一点不安的感觉 实话说 飞行Avatar带给我的 是一种全新的飞行体验 和之前的FPV也不一样 我还是非常享受这种飞行的乐趣 虽然我自己平衡能力很差 很容易吐 在之前节目里面 我想你们也都见识过了 看了好多次了 但是我可以站在边上 看我的朋友们玩得很开心 这也不失为一种乐趣 当然Avatar还是有一些地方 是我觉得可以变得更好的 首先是它的插卡的地方 会有点难受 你必须得从这么小的口子里面 把内存卡给插进去再拔出来 会有这么一点不够阳间 除此之外 Avatar还是没有收纳包 因为它本身是不可折叠的 所以如果你把它放进包里面 很有可能会占据包的绝大部分空间 这一点和Mini 3 Pro比起来 差异是非常大的 不过如果你想找一个适合它的包 那我就来劲了 你可以看看我们会探记者 联名的摄影单肩包 这款单肩包去年发布的时候 挺多朋友说想要烤多拉拉面料 今年我们对此做了一次升级 做了一批采用850D 烤多拉面料的摄影单肩包 它具有极高耐磨性和抗刺裂性 与普通材质的翻部包比起来 它的耐磨和抗刺裂 缠出是前走的10倍以上 与此同时埋在细体上进程的优化 增了YKK的拉链 提高了单肩包整体的耐用性 价格上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 这个视频专属的现实优惠券 只有三天 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 支持我们一下 非常感谢 所以这次DJI Avatar的定价 是单机升3000左右 全套带体感的话 可能会需要8000多块钱 你会觉得贵吗 实话说相比于DIY的小韩道机 它贵了不少 1000多的DJI Care 也只允许你一年内炸两次机 不过好处就是它门槛会比较低 也更容易上手一些 大将在这方面 飞行教育还是投入了很多努力的 从模拟器到最技术的花飞操作 大将都已经布了局 帮助你一步一步变得越来越强 成为一个合格的飞手 你要做的只在这个过程之中 享受飞行带来的乐趣 毕竟这也是人类一直以来的梦想 当然还有一点 就是有一些预算 这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你会考虑购买Avatar 欢迎在弹幕上留下你的答案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也请点赞投币三连转发 这会给我们非常大的帮助 那么我们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